好吧 那我们开始本周 我们开始本周 差不多我们快结束了 那这个 这周讲完了之后 应该还有最后两周的课就完事了 就是下周我们会上一次 然后下周我们还会再上一次 那基本上本学期的课程我们就结束了 那本周的内容呢 相对来说稍微点难 就是我认为本周的东西 它牵扯到一点 跟logic相关的部分比较多 比较多 所以本周的东西有一点点 有一个地方呢 算是我认为整个课程里面最难的部分 OK 那剩下的 剩下的东西 应该来说就没有那么难 不会很困难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最后还有两周什么内容呢 还有一周是Cyto-Skeleton 也就是下周我们会把 就是Cyto-Skeleton这个部分讲完 OK 然后呢 再下一周我们会讲Cell-Cell Interaction 就是我们会讲那些个式杠的junction 我们有Gap Junction 我们有Tight Junction 我们有反正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junction 我们会讲完那个 那这两周讲完了之后 那我们这个课就结束了 好吧 那我们会有一个Final Assessment 又跟之前Meet Term是一样的 有40个选择题 基本上就白给 基本上白给 所以 这个课呢 基本上就是 目前来看大部分都是白给的 目前大部分都是白给 那考试相关来说 并不是很困难 然后呢 Lab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做那个东西 你只要去写那个Signments 你就能拿一个不错的分 所以不用太担心 也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课了 那基本上我觉得 如果发挥的不错的话 拿个4.0 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吧 OK 来我们来看本周的内容 那本周我们在讲什么东西呢 我们讲两个部分 OK 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各式各样Organile 我们身上有各式各样Organile 那这些Organile 有哪些Basic Function 就是我们只是简单一讲 当然我们不会讲那么细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碰到ER 对吧 那ER有什么功能 我们稍微来说一说 那包括Gorgi 那Gorgi有什么功能 我们稍微来说一说 就这么简单 我们稍微一讲这些 这个Sagular的Organile OK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比较困难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Protein Sorting OK 我们Protein Sorting 也就是说什么样的Protein 它应该到哪个地方去 是吧 你比如说我买了个快递 是吧 我现在从淘宝上买了东西 是吧 那现在呢 这个东西呢 就会寄到我家里来 或者说我想它寄到谁那去 它就寄到谁那去 对吧 比如当作Gift 然后发给我的朋友 发给其他家人 类似于这样子 那问题就是 那这个快递公司 是吧 它怎么知道 我该把什么样的东西 寄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每一个快递上 是不是有个条码 对不对 然后呢 那快递公司一扫 拿那个Scanner 是吧 一扫 然后就知道了 哦 原来这个包裹 是要去到某一个城市 某一个地方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 它就会把这些相应的 这些快递 都分解到一起 一起去 然后一起输送 对不对 那在我们细胞里面 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有一些Protein 它可能要留在Sidazol里 对吧 有些Protein呢 要去Metalchondria 有一些Protein呢 要去Prooxysm 有些Protein呢 要去Nucleus 有些Protein呢 可能要去 可能要被Secreted 可能要被输送到 这个细胞外面去 那类似于 我们中间这个快递的功能 对吧 类似于我们平常生活中 快递的功能 所以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细胞 怎么知道 哪一个Protein 应该去哪个地方呢 那这就是 对到我们的 Protein sorting的问题 OK 那这个部分算是 相对比较难的 剩下的都算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简 剩下的部分都没有那么难 我们一块来看 首先呢 我们来稍微说一说 这个intracicular compartments OK 我们稍微说一说 intracicular compartments 那说白了 什么是我们的 intracicular compartments 它就是那些 在细胞内的 是吧 细胞内的 那由各式各样呢 比如说什么分子啊 是吧 由各式各样的这种protein啊 对吧 组成的 哎 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那有一些organile 它是没有膜结构的 是吧 有一些呢 是有膜结构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有膜结构的 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ER 是吧 我们的GOGI 这种东西 它是有膜的 是吧 然后它单独 把里面的一些 现象的分子啊 protein啊 乱七八糟 都包在里面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些呢 是没有membrane 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ribosome ribosome自己本身 其实就是protein加RNA的组合 对吧 所以它是没有这个 没有膜的 但是呢 不影响它的功能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些organile 说白了 就是在我们细胞内 更细分的一些结构 那这些结构呢 具有着相应自己 不同的结构功能 这就是我们的organile OK 这是我们的organile 很简单 对吧 好 那我们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是吧 比如说 我们有哪些是membrane bound organile 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的nucleus 对吧 那是我们的细胞中枢指挥中心 是吧 还有ER 我们的endoplasty reticulum 那ER的功能主要是什么呢 ER的功能主要是合成一些纸质 synthesize一些lipids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帮助我们去modify一些secreted protein OK 所以这是ER 那Gorgia-Aphratus什么功能呢 Gorgia-Aphratus主要就是一个sorting center OK 所以它会把相应的一些蛋白 输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是吧 那该回ER你回ER 好不好 该去paroxysm的你去paroxysm 该去 比如说该被secreted去secreted 输送到细胞外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membrane bound organelles 这几个常见的 那还有一些呢 是没有membrane bound organelles 是吧 那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nucleus 是吧 在nucleus里面 合着 那我们还有什么centre zone centre zone呢 是我们的microtubule organizing center 所以之后我们会讲 那这个centre zone最关键的东西呢 就是跟我们的microtubule有关系 好吧 那现在我们不着急 反正我们还没讲到 但你知道 它跟我们细胞骨架中的一种 叫microtubule有关系 所以它是帮我们去产生这个microtubule 那还有我们的ribuzone 用来合成我们的protein 对吧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玩意儿 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些 好吧 那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东西呢 不同的细胞 不同的细胞 它里面含有的这些organile的量 是不一样的 OK 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有一些细胞呢 它里面可能它需要的能量 需要的非常多 比如说muscle cell 是不是 muscle cell 那muscle cell里面 它的metylchondria 可能就会特别多 是不是 它里面的这些 这个cell skeleton 就会特别多 OK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pancreatic beta cell 那pancreatic beta cell 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这个胰岛里面 胰岛里面的一个细胞 它用来合成胰岛素的 那你想想 我们beta cell 它用来干什么的 是不是专门用来去合成胰岛素 胰岛素是什么东西 也是一个蛋白 对不对 它是个蛋白 它是个protein 那胰岛素合成这个蛋白 是留给细胞自己用吗 不是 对吧 那胰岛素是要被分泌到细胞外面 它是一个secreted protein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rrough ER 就会比较多 OK 你看 所以你会发现 beta cell里面呢 它的rrough ER能占到60% 是吧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那它的这个smooth ER 对吧 因为它不太需要去合成一些纸质 是吧 不太需要去解读 不太需要做这样的功能 所以beta cell 它的smooth ER 所占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直到不到1% 当然它也依旧是需要合成lipid 对不对 所以它还要保留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都是用来去合成 我们secreted protein 也就是rrough ER OK 那我们的ribosome之后我们会讲ribosome在合成我们的secreted protein的时候 它会从synthosome跑到这个rrough ER上面去 OK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个beta cell 那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liver 是吧 liver 那liver是肝脏细胞吧 对吧 我们的 或者说我们再严谨一点 我们叫hypatozyme OK 我们的这个liver cell 那对于liver cell来说呢 它呢 既有一部分合成蛋白的需求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们血液里面的很多这种晶体渗透压 这个胶体渗透压 都是由这个liver里面产生的protein 而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白蛋白 是吧 类似于这个albumin 是吧 如果你血过的话 这种albumin 就是由liver来合成的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跟免疫相关的protein 也都是我们liver来合成的 所以它是需求rrough ER 因为它也要去合成大量的protein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同时 我们liver是不是要合成很多脂质啊 对不对 那它是我们整个人身体中的这个代谢中心 metabolic center 所以它也需要合成很多脂质 所以它的smooth ER 这样的比例是不是也非常多啊 是吧 所以那你会发现 其实不同的细胞 它里面这种organile 这样的比例呢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太一样的 那有一些 可能它说 它的这个 某一种organile会比较多 某一些细胞呢 它的organile可能就会比较少 这个是看情况 这是看情况 那同时 你比如说 我们的一些 这个melocondria的数量 是吧 那在不同的细胞里面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需求能量比较高的细胞 它的melocondria数量就比较多 是吧 有一些不太需求 这个energy的细胞呢 它的melocondria数量就比较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看情况 不具体情况去分析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各个细胞里 它的organile的数量 不太一样的 这种情况 所以说 不是所有的细胞都是一致的 OK 不是所有细胞都是一致的 好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最关键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些membrane system 我们的这些membrane system 也说 无论是我们组成细胞膜的 这些plasma membrane 还是组成这些organile的 这些organile membrane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称作为 我们membrane 对吧 它们都是lipid bilayer OK 那这些lipid bilayer 你需要注意的是 它不是一致不变的 它不是一致不变的 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它处在一个dynamic的状态 OK 所以这很关键 这个词特别最重要 我们就称之为 它是dynamic的状态 它是活动的 OK 它是活动的 什么叫活动的 就是说 我们这些membrane 是吧 它呢 有可能会从另外一个地方 跑去另外一个地方 OK 它可能之前 可能在ER 是吧 那ER就可能跑去Gorgi 那Gorgi就可能跑去 我们的plasma membrane 那plasma membrane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endosome endosome又可以回到 我们的Gorgi 是吧 然后Gorgi又可以 把一些protein transport 又回到我们的 所以这些membrane 它都是什么状态呢 它们都处在一个dynamic的状态 OK 都处在一个dynamic的状态 那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 我们有这种合成 还有我们这种 这个 合成的这种输出状的 这种情况 也有我们 去把这些 这个 我们也有这种endosetic pathway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很简单 那这个东西 我就给你总结了一下 你看一看字就可以了 就不是什么关键 没有那么重要 那你比如说 我们有这个biosynthetic 还有我们的secretary pathway 也就是说 我们当我们把这个protein 合成出来之后 我把它运到外面去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membrane 是怎么移动的呢 很简单 首先呢 我们的protein 在哪里合成 那基本上在我们的ER里面合成 当然我们的lipid 在ER里面合成 但是protein实际上 其实是在哪里合成的呢 其实是在这个ribosome里面合成的 只不过ribosome呢 attached到了这个ER表面上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把新合成这些protein 就蓄到ER里面去了 所以是这样子 那现在呢 我们这些membrane 我们这个ER上的membrane 是不是就会 就为了去运送这些protein 为了去运送这些lipid 是不是我们就会把这个ER上的membrane 送到其他的organized上面去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Gorgia apparatus OK 那当我们发生secretion的时候 更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有些protein 要被secret出去 对吧 它要被分泌到细胞外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protein 它是被包在这个膜结构里面去 对不对 然后呢 通过我们的Gorgia 送到 通过我们的membrane fusion 送到我们的细胞外面去 OK 那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exocytosis OK 一会儿我给你看个图 不用着急 我告诉你 exocytosis 那另外一侧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们这个细胞也可能把外界的东西吃进来 对不对 还可以把一些东西吃进来 那当我吃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你想想 你思考一下 本来我的membrane可能是一个平的membrane 对不对 那当我要去把这个东西吃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我的membrane就会 类似于伸出去一块 对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 再拉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 形成一个小的vesicle 拉到我们细胞里面去 所以这个过程呢 我们称之为endocytosis OK endocytosis 那你需要注意的点就在于什么呢 无论是exocytosis 还是endocytosis 它们都属于我们哪种运输方式呢 那我们上周其实讲过了很多运输方式 对不对 我们讲过了 比如说passive transport 我们讲过了passive transport里面的 比如说这个channel 对不对 我们还讲过了transporter 是吧 uniporter 那我们还讲了active transport active transport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我们的这些pont 对不对 有我们的这个 有我们的这个antiporter 有我们的siporter 但是现在我们来讲一个比较新的active transport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vascular transport OK 我们称之为膜炮运输 为什么我们要需要这个膜炮运输呢 因为protein它比较大个 你知道吧 它个头比较大 就跟包裹其实是一样的 那它很难 就类似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要运输原油 我们怎么运输 是不是用管道 对吧 我用管道就可以运输了 所以类似于用管道这种东西呢 它可能就类似于通过一个transporter 是吧 通过一个channel 手机运过去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protein protein相当于什么东西 相当于包裹 对吧 相当于包裹 那包裹你怎么运 你没有办法通过管道运 对不对 你没有办法让它通过一个管道 然后从一头到另一头 这次做不到 是吧 它没有办法通过channel 那它只能通过什么东西 只能通过这种容器去运输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先把这个包裹送上飞机 是吧 飞机送到相当的地方去 然后呢 到地方我再装上卡车 卡车再运输相当的地方去 对不对 所以它需要一个容器 那这个时候 在我们的细胞里 为了运送这些protein 我们的容器是什么东西 容器就是这些membrane的vesicle OK 所以这是我们学过的一个 新的transporter方式 当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的膜泡运输 OK 我们叫vasculartransport 那你需要注意 vasculartransport 它怎么呢 它requireenergy OK 所以它呢 也requireenergy 那为什么它会requireenergy 之后我们会讲 因为啊 这里面我们会用到 我们的motor protein motor protein 这个motor protein 现在比如说 我们的卡车是一样的 那卡车还需要烧油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motor protein 它也是require我们的ATP的 所以它也是需要energy的 只不过它拿energy的方式 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些pump 那些东西拿energy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过程 很简单 那exocytosis在干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在我们细胞里面 在我们细胞里面呢 有一个vesicle 当然 现在我只是把它用两个不同颜色的膜去表示了 当然 实际情况下 你是分不出来这个膜什么颜色 这些需要注意一下 那vesicle里面呢 现在里面这些点点就是我们的protein OK就像我说它就是包裹一个一个包裹 那只不过现在这些protein呢 它呢个头比较大 你没有办法通过 比如说我直接的呢 我通过一个啊一个什么什么transporter 我通过一个什么channel 把它 这是不可能的 好吧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用什么东西呢 用这种用这种容器 用一个vesicle把它装在一起 是吧 OK 那随着我们这个vesicle慢慢慢慢靠近我们的这个membrane 那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它会发生一个fusion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发生一个membrane fusion OK fusion 那我们的vesicle上的这个膜啊 就会跟我们相应这个membrane plasma membrane上面这个膜啊 发生fusion OK 发生fusion 那当这两个膜发生fusion的时候 我们中间的这些东西呢 就可以被release到细胞外面去了 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exocytosis OK exocytosis 那你需要注意的是有两点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vesicle里面的东西去到哪里了 是不是从vesicle里面是吧 跑哪里去了 就跑到细胞外面去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你需要找 你需要知道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exocytosis 我们可以release我们的vascular content OK 那无论是protein 还是些什么东西都可以 我们通过这个exocytosis 可以把它们release到细胞外面去 那第二个你需要注意 是不是同时我们这个vesicle的这个膜 是不是也一并fuse到我们这个plasma membrane上面去了呀 所以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就会导致我们这个plasma membrane变大 对不对 因为你往上冲的膜越来越多 你像我这地方只有一个vesicle 对吧 OK 那怎么办 那怎么解决 那我们得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endocytosis OK 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下面这个呢是我们的endocytosis endocytosis呢 主要跟我们的exocytosis相反的 那它可以吃一些外界的东西进到细胞里面来 你比如说本来这些东西在哪 在细胞外面 对不对 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个membrane发生一个类似invagination 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那它就可以把这些相应的东西啊 从我们这个细胞外面啊 给包进来 给它包进来 那包进来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vesicle OK 它就变成vesicle 那这个地方跟刚才是一样的 你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vesicle里的content从哪里来的 它之前应该是从我们细胞外面来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现在在膜往哪个地方移动了 是不是从我们这个plasma membrane移动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移动到我们的这个vesicle上面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plasma membrane上面这个膜的量就会怎么样 就会减小 OK 它就会减小 好吧 所以这你需要注意一下 当然这只是我举的两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两个例子在跟什么东西相关系呢 跟我们的plasma membrane相关 对吧 跟plasma membrane和vesicle相关 当然未来你可能还会碰到一些别的 对吧 你比如说你可能会碰到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什么gogi和这个gogi和ER之间的transport 那你就知道凡是我们要从我们利用这个vascular transport 从ER往gogi上运输那ER membrane的量是不是就减小了 对不对 那gogi的量磨的量是不是就增加了 是吧 所以那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整个细胞里面这些磨 它们一直处在一个dynamic的状态 而不是一成不变 OK 所以这是你需要注意一点 好不好 OK 这很重要哈 然后同时 那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 是吧 我们有两层liflet 对不对 我们有两层 对于这个每一个模式来说有两层liflet 你比如说蓝色的这层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的outerliflet OK 那红色这层叫什么呢 是我们的innerliflet 对不对 那或者说我们换一种方式 那也就是说 那我们可以把红色这一层 红色这一层由于它冲向cytosol 对不对 红色的这一侧呢 因为它冲向cytosol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cytosolic side 或者cytosolic leaflet OK 把他们的cytosolic leaflet 那外面这一侧是吧 那是我们的extracecular leaflet 它冲向细胞外面 所以我们称之为extracecular leaflet 那你需要注意的是 那对于我们这个membrane来说 我们其实前几周 我们在讲membrane的时候 我们就跟你讲过了 也就是说 这个membrane 它冲在哪个地方 它就会永远冲向哪个地方 OK 这个liflet 它冲向哪个部分 它就永远会冲向哪个部分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外面是 外面这一层是我们的 这个extracecular leaflet 对不对 它冲向我们的细胞外面去 那里面这一层是我们的cytosolic leaflet 因为它冲向我们的cytosol 是不是 它冲向我们的cytosol 但是当你思考一下 当我们这个细胞在发生 比如说endocytosis的时候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来 我把这个地方稍微擦一擦给你来画一画 你比如说 我在发生我们的endocytosis的时候在干什么 是不是我们这个membrane会发生invagination 对吧 something like this 对不对 OK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的 OK 但虽然画的不是很 我稍微再画的像一点 类似于这样 那当我们这个 当我们这个vesicle enclosed的时候 当它关闭的时候 你发现有没有非常好玩的地方 是不是cytosolic side 现在变到外面去了 看起来像是变到外面去了 对不对 但其实它还是处向cytosolic side OK 那里面这一侧 它才是我们的extracidular lift unit OK 所以你需要注意点 就是说 我们细胞外面 外面这个部分 其实是跟包在我们膜内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一个空间结构 在拓扑上 在topology上是一样 是equivalent OK 那它冲向cytosolic side 它永远冲向cytosolic OK 那当我在发生exocytosis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这个vesicle 要跑到这个membrane 这个附近了 对吧 要发生我们的exocytosis 那当它membrane发生fusion的时候 也是依旧的 我们cytosolic side 依旧冲向cytosol 我们的extracidular side 依旧冲向extracidular OK 好吧 所以这个就特别特别重要 特别关键 那你比如说 我们之后会讲 在ER的lumen 是吧 在我们的gorgia的lumen 像这些organized lumen 那其实它们都是哪一个side 它们其实冲向哪个部分 它应该是跟 谁是在topology上 应该是equivalent 是不是应该跟我们 在那个extracidular side 应该是equivalent 对不对 OK 你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ER 你比如说它是ER 那ER的lumen ER的lumen 就应该跟谁是equivalent 应该是跟我们的extracidular side 是equivalent OK 好吧 所以这是几个比较基础的 这么几个摩尔结构 我需要稍微讲一讲 还是比较简单的 并不是很困难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protein sorting 这个是整个部分相当来说 比较难的地方 比较难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现在看 比较简单的 我们先讲几个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就是protein sorting 它们有哪些比较类似的地方 就区别不大的地方 那首先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看呢 我们要从translation开始看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稍微回溯一点 往前回溯一点 我们回溯到我们之前讲translation的地方 那之前我们讲translation的时候 是不是我只给我只告诉你了 我们有一个repsom OK 然后呢 这个repsom它会bind到我们的mra身上 对不对 先是我们的smallrepsombind 然后bind到我们 然后我们来一个这个就是如果是eucharist的话 那它就是我们的这个starting code starting的那个tra 带上我们的smallrepsom 是bind到mra身上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它会scan 然后一直scan scan scan mra 那当它scan到第一个AUG 我们的start code上的时候 什么large represent 就会过来bind 对吧 然后整个translation就开始了 当然中间还会涉及到什么efg ef2 那类似的这种东西 那我们就不多 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这个protein 它最后去到哪里 这个protein它最后去到哪里 那从哪个地方就开始决定了呢 从它发生translation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决定了 好吧 所以这是要注意一下 那无论它在哪儿 有一些process 是他们一起share的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protein最后去ER 还是这个protein去Metalchondria 还是这个protein去Peroxism 还是这个protein去Nucleus 无论它去哪个地方 他们有一些protein 有一些process是share的 OK 那这个share的是哪个部分呢 我们一会儿来看 share的部分就是 首先我们在细胞核里面 是不是刚产生了我们的MRA 对不对 那MRA已经加冒加尾 中间的这些intron也都splice掉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产生的这个matureMRA 那matureMRA呢 就会通过我们的nucleus 跑到silosol里面去 对不对 OK 跑到silosol里面去 那当它跑到silosol里面去的时候 是不是刚刚才我们的之前讲过的translation initiation process就开始了 对吧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start tRNA跟我们的small represent 发生binding 然后一起bind到我们的这个MRA身上 对吧 然后开始scan我们的MRA 然后large represent过来bind 那这些过程都是大家一起share的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去哪个地方的protein 你从哪个地方 你的protein translation一定是从silosol里开始的 这是大家一起share的 无论你是留在silosol 还是去ER 还是被secrete 还是去任何其他地方 我们一开始这个部分都是不变的 都是一样的 OK 都是一样的 好吧 都是一样的 那从哪个地方开始变了呢 那随着我们的protein translate OK 随着我们protein开始 外面有些sequence 我们piped sequence开始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sequence上面就会带有一定的signal OK 带有一定signal 我们称之为signal sequence OK 那当这些signal sequence被识别到的时候 那就相当于是我们给了这个protein上面贴了条码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 把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简单就理解为我们的蛋白上的条码 就跟这个快递上贴的那个条码其实是一样的 OK 那现在你的这个蛋白上也有个条码 这个条码就是你的signal sequence 那当这个signal sequence被translate出来之后呢 那它会被我们细胞里面其他的一些protein所识别 然后带去相应的地方继续完成它的translation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我们来看比较简单的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cytosolic protein 第一个情况是我们的cytosolic protein 那对于cytosolic protein来说 这个这种protein上面 它没有任何的signal OK 它没有任何的我们的sorting signal OK 这我需要稍微标一下 很重要 这个蓝色 这个颜色不太好看 我放个颜色 所以对于我们的cytosolic protein来说呢 这个protein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signal 那你想想 如果没有任何signal 没有任何的条码 代表什么意思 就留在这儿呗 对吧 你又没有告诉我去到哪 你就留在这儿 就完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是不带sorting signal的protein 它有一个默认的这么一个location 这个默认的location就在哪里 就是cytosolic 它哪也不去 OK 它哪也不去 所以我们刚才的例子就可以继续延伸了 当我们的mra是吧 出来跑到我们cytosolic之后 然后跟我们的ribism发生binding 然后peptide开始translate OK 没有问题 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流畅 是吧 那由于这个peptide上面 没有任何的sequence 没有任何的signal sequence 那这个时候 我们合成出来的protein 就会怎么样 就会留在cytosol里面 OK 它就stay incytosol OK stay incytosol 那 它在cytosol里面发生 folding 发生一系列其他的一些modification 然后最后它在cytosol 每些是空的 所以这是最简单 没有比这更简单了 所以只要是cytosol protein 它身上不带任何的sorting signal 它呢 就在我们的 就在我们的cytosol里面 被translate 在里面进行folding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事做完之后 它就留在我们的cytosol里面去 完成它的功能 完成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cytosol 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随复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稍微麻烦一点 第二个是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个呢 是到我们的mitochondria 或者chloroplast 那之前肯定有同学会说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 这个去mitochondria chloroplast 怎么还能在细胞 怎么还能在我们这个cytosol里面 就合成呢 其实也可以 你比如说 虽然我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chloroplast 和mitochondria 它自己本身也有一些genome 它甚至里面也有自己的ribosome 对不对 但是它的大部分protein 还是依赖我们的这个细胞 去给它提供的 OK 所以我们呢 也会 我们的细胞呢 也会合成一些protein 然后给到我们的mitochondria 和chloroplast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到mitochondria 和到我们的chloroplast 这些protein 是怎么完成的呢 我们一块来看 首先 首先 那一开始 完全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的mRNA 现在呢 在我们nucleus里面刷 然后它出来 那出来之后呢 还开始我们的这个translation initiation 这都是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exactlysame 没有没有任何区别 OK 好吧 那接下来 我们呢 就会在我们的ribosome上 给它进行我们的translation OK 就进行translation 但是这个时候 你需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ribosome 我们这个papetide上面 其实是会带有一个sequence 也是它上面会有一个signal sequence 我换个颜色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们这个上面 我们这个papetide上面 我们新合成这个papetide上面 它有一个signal sequence OK 所以这个呢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我用绿色的表示 signal sequence 那这个signal sequence 是指导这个protein 往哪个地方去的条码 指导它去metylchondria 或者指导它去coreplast OK 当然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你的slice里面 是不是给你们了一大串sequence 是吧 你比如说 我该去到er里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sequence 我去到这个metylchondria 是什么样的sequence 我去到 对吧 它给了你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需要注意 你不用背 好吧 你不需要背 因为 你怎么背 对吧 那么多se 你把这amino acid都背过 不现实 是吧 所以你需要注意 我们不需要memorize 所以所有它给出 你那个表里面的sequence 你都不需要去记 好吧 你都不需要去记 你只需要知道它们有相应的sequence就完事了 这些sequence不一样 不行了 对吧 但是你不需要去考虑 它们到底是 这个 你不需要考虑它们到底是这个 什么样的sequence 这个我不需要管 好不好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给你稍微说一下 那现在 那 如果我现在已经开始合成我们这个 protein了 那当我合成合成合成protein 合成完毕 我们会把这个protein在silosol里面给它合成完毕 你需要注意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凡是去metylchondria 凡是去choroplast 这些 这些protein 它们都会怎么样呢 它们都会在silosol里面被合成完毕 OK 所以 这是一根 比如说这是一根protein 你发现了吗 这是一个protein 你需要注意 这是一根完整的被translate完毕的protein OK 被translate完毕的protein 但是呢 它会处在一个unfolded state OK 所以你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protein 虽然它已经被translate完毕了 但是呢 它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它处在一个unfolded state 什么叫unfolded呢 就它没有盘区折叠 OK 它没有盘区折叠 好吧 没有盘区折叠 那现在 因为上面带了这个sequence OK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再补齐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以后来说这种应该带有一个sequence 我在这儿给它补齐一下 所以这是我们的sequence 那由于这个sequence 相当于我们的条码 是吧 它会指导我们这个protein 去到该去的地方 所以现在呢 由于这个sequence存在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运营到 我们的metylchondria 或者是chloroplast里面去 OK 运到我们metylchondria 或者chloroplast里面去 那这个地方你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比较关键 好不好 那甚至有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我们这个sequence 这个sequence 当我们这个 这个signal sequence 当它用完了之后 当它用完了之后 它会被怎么样 它会被cleave掉 所以你会发现 最终在我们metylchondria 或者在chloroplast里面 是吧 完成folding的这个protein OK 这个folded protein 它身上是没有什么呀 它身上是没有这个signal sequence的 你会发现没有了 你看 这个地方没有绿色存在了 是吧 所以这个signal sequence 被怎么样了 被cleave掉了 OK 被cleave掉 被cleave掉 其实很重要 这很重要 那同时其实呢 我在想稍微再复杂一些 那有一些时候呢 这些蛋白可能会留在 比如说matrix里面 它可能会进到matrix 也会进到我们的这个inter membrane space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chloroplast也是一样的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thyroid 对吧 它有一些中间有一些 叫thylakoid 我们叫thylakoid 然后就那个扁平状的那个膜结构 那它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matrix 对吧 就我们就称为stroma 对吧 所以这些地方呢 它有相应的不同的sequence 只不过我们不需要去记而已 好吧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知道的 那这个点 我们的metochondria和chloroplast 这里面的重点在于哪呢 我需要稍微强调一下 首先 这个protein 它是在silosol里面被translate完毕的 OK 它是在silosol里面被translate完毕的 它在里面就已经形成了这一整根的peptide 这是很关键的 那只不过这根peptide 它没有folded变成我们最后的protein而已 没有变成最后的protein而已 所以它还是处在一个unfolded state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就需要有些shaperon过来帮忙 所以你比如说我在这画了一个hsp70 对不对 那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之前讲过hsp70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这种 我们称之为shaperon protein 对吧 所以它是帮助我们去bind这些unfolded protein 所以这你需要注意一下 所以它处在一个unfolded state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unfolded protein 送到我们的matochondria或者chloroplast里面去 它会在我们的chloroplast或者matochondria里面完成folding OK 那相应的 我们的这个signal sequence会被怎么样 也会被cleave掉 OK 也会被cleave掉 好吧 所以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这种过程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posttranslational sorting OK 所以我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post是什么意思 post是后面的意思 英语讲时间就到 然后post是之后的 后面的 所以translation是什么呀 是我们之前讲过翻译对吧 所以posttranslational 就是翻译结束之后的sorting 所以你需要注意 为什么叫posttranslational posttranslational sorting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蛋白已经被合成完毕了 是吧 那它只不过它没有fold 然后我们再把它送到相应的位置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matochondria和chloroplast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secreted protein 这些protein是要被分泌出去的 或者是我们的膜蛋白 或者是我们的plasma 这种membrane protein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不仅仅是我们的secreted protein 也可以是membrane protein 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扩展一下 所以它不仅仅可以是我们的secreted protein 也可以是membrane protein OK 好吧 我们来稍微说一说 那这些protein 它是被怎么运送的呢 我们来稍微看一看这个图 我们先来看图 因为图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理解 那首先呢 我们跟原来是一样的 大家share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 我们mRNA出来 然后开始在我们的sidazol里面被initiate 这都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在我们这个蛋白 合成合成合成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signal sequence 对吧 当然只不过这个呢 这个地方的signal sequence 是告诉它这个蛋白要被secreted的 所以是这个地方的signal sequence OK 那你需要注意一点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那当我们的这个 这个被 这个被分泌出去的这个protein 它的signal sequence 一旦被合成出来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被一个protein所识别 这个protein叫做什么东西呢 叫做srp OK 我们称之为srp 这个srp呢 称之为signal recognition particle 称之为signal recognition particle 那这个protein呢 马上就会识别到这个signal sequence 它们两个就会bun在一起 OK 就bun在一起 那你需要注意现在我们这个translation就怎么样了 就停了 OK 它就停了 它就stop 然后就stop了 那stop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会连带着整个ribism都移到哪里去啊 都移动到我们这个er的上面去 那这个er就是我们的roughter 这个er就是我们的roughter 所以我们的这个r 我们这个ribism就会带着这个还没有合成完毕 带着这个mra是吧 整个这一系列这么个玩意儿都跑上去啊 都跑到我们的er上面去了 OK 都跑到我们er上面去了 那当它跑到er上面去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呢 会跟我们的这个er lumen上面的一个protein 发生interaction 叫做什么呢 叫做translocal OK 你看这个名字 translocal translocal干嘛 就是改变位置的 所以translocal在干什么呢 那当我在新合成这个pipetide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往这个lumen里面去 er lumen里面去 OK er lumen里面去 那突然想问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srp 就能带着我们这个ribism跑到er上去 它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去呢 那是由于在我们这个er membrane上面 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有一个srp receptor OK所以这个东西就会bind到我们的srp上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srp跟我们的receptor发生interaction 它就知道我们应该把ribism去locate 到我们的这个er membrane上面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er membrane上面有这个translocal存在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是每当我在合成我们的这个新的pipetide的时候 它都会续到我们这个er lumen里面去 相当于是它在我们这个er的这个memory上面开了个口 开了个口 那当我合成了新的pipetide之后 就往里续 往里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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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类似于这个样子 OK 当然这个地方我只画了一个 但是实际情况下你应该知道 我们有polyzome存在 对不对 我们回忆一下上这个 之前我们讲这个translation的时候 我们讲polyzome的时候 还记得吧 也就是说一根mra 是不是可以bind到好多个ribism 对不对 所以实际情况下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也会有好多个ribism存在 也会变成相同一个mra 只不过我没有给你体现出来罢了 所以你应该理解 对吧 你这个地方 对 它attached到translocal的时候 它就会继续translation 那这些translation 这些已经被translate出来的这个protein 就会续到我们这个er lumen里面去 OK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er 这个protein secreted protein 或者membrane protein 它是这么个操作方式 OK 它是这么个操作方式 那这种模式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co-translational location 什么意思啊 就是随着我们这个protein在被合成出来 是吧 随着我们protein合成 那我不停的在改变它的位置 OK 好吧 所以我不是等到所有的protein全部都都合成完毕 我们再运了它到相应的地方去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随着它运 它就会从我们的salatal跑到我们的er lumen里面去 所以我们称之为co-translational OK 我们称之为co-translational 吧 所以它就不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这个叫做 啊 就叫这个post-translational 好吧 所以这个你需要注意一下啊 那一个是post-translational 一个是co-translational 好 那这个旁边这个图呢 我的旁边这个话 我都给你写在这了 你比如说 哎 我们的translation一直是在发生的 那只不过 哎 随着 因为它已经attached到er表面去了 什么 因为有translucal的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 当我们这个peptide合成出来之后呢 它就直接被插到er lumen里面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co-translational translocation 那你需要注意 这个时候它需求一个什么东西啊 需求一个signal sequence 那对于我们的secreted protein来说 它需求一个n-terminal signal sequence 那这个n-terminal的signal sequence 会被谁识别呢 会被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叫做 哎 我们的srp 我们的signal recognition particle 所识别 ok signal recognition 所识别 这个signal sequence ok 它会保住我们cleave到这个signal sequence 那cleave完毕之后 是我们整个的这个peptide 是不是就掉到了我们的这个lumen里面去啊 对吧 所以它再到我们的lumen里面去 er lumen里面去之后 再发生别的 这些modification 好吧 再发生别的modification 那 邮特远就说 那我怎么知道 这怎么回事呢 就我怎么知道 到底这个secreted protein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啊 怎么 它是怎么样的运输呢 哎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实验啊 这个实验叫做什么呢 就是pause chase experiment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今年没有讲 但是这个实验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有必要跟你稍微说一下 因为未来你会经常碰到这个实验 我不希望将来你在上别的课的时候 然后他在讲pause chase experiment 说你不知道这个pause chase experiment 怎么回事 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实验是非常重要的 我来 我临时来给你讲一讲啊 那这个过程在干什么 我们在做这个pause chase experiment 我们需要验证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验证我们的这个 peptide 我们新合成这个protein 它到底走过了细胞的哪些地方 ok 好吧 所以这个时候 那你问题来了 就是我得追踪这个protein 是不是 也就是说 你想知道它走过哪些地方 是不是你追踪它 你track它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方式能去追踪它 但是我又不能在这个protein身上安GPS 那肯定不现实 那怎么办呢 我们用一个就是pause chase的方式 ok 我们应该叫pause chase的方式 所以pause是什么东西呢 pause给它一个脉冲 对吧 给它一个刺激 说完了 pause就是给它一个 我们能观测到的这么一个marker 就是我们一个pause chase是什么东西啊 chase是追对吧 所以我们去追这个marker 我们去追这个pause 那这个pause到哪儿 就说明了我们这个protein bomb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pause chase experiment 那这时候问就来了 我们给的pause是啥呀 对吧 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去追踪这个蛋白 它到达 它到达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实验里面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我们去追踪呢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 我们给它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给它一个short pause of radioactive amino acid OK 所以那你需要注意 普通我们身上的这些amino acid 它是没有放射性的 是吧 你平常常见的这些 这个什么什么nitrogen 什么phosphor 什么sulfur 它是没有 大部分是没有放射性 我看是没有放射性的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追踪 它到底在哪儿 那现在我要追踪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给它supply一点点 我就给它一个短时间的 比如说我就给它几分钟 给它几分钟 这些radioactive amino acid 所以这些amino acid 跟那些普通的amino acid 不一样 是吧 它是有放射性的 所以它可以release signal OK 那如果你学过 这个放射性radioactive的话 你就知道 我们不同的这些衰变 是吧 它会释放不同的粒子 有一些是alpha粒子 有一些gamma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trace它 OK 我们去追踪它 所以接下来 因为我们只给了它一短 一短暂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给它 先给它一段normal amino acid 所以这个部分是normal amino acid 然后我给它一个short pause of radioactive 所以我在这画一画 那我这个过程很简单 我先给它 我先一直给 先给一段什么呢 normal amino acid 所以这个部分是normal amino acid 然后呢 我只给它一少部分 我只给它几分钟 几分钟的 比如说这个radioactive 给它几分钟的radioactive amino acid 所以这是radioactive amino acid OK 然后呢 我再给它持续supply 普通normal amino acid 所以这时候你想想 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只有中间产生的这一点点 中间我supply radioactivity 这radioactive amino acid 中间这一点点 它都会干嘛 它才会产生我们的radioactive protein 对吧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 我去追踪这一丢丢radioactive protein OK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需要你理解一下 所以我们就再去追踪它 因为它的前面是普通的protein 它的后面也是普通的protein 只有中间加仓的这一点点 是有radioactive protein 那这是我们可以检测到的 所以我们去追踪这些radioactive protein 就可以了 好吧 好我们一会儿来看 首先 当我们去给到这个radioactive amino acid之后 我们等三分钟 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 这些radioactive amino acid跑哪里去了 它跑到我们的ER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第一站 OK 这是我们第一站 凡是要secrete protein 它第一站都要去ER OK 都是去ER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protein 刚刚finished它的synthesis 刚完成 我刚完成 OK 那接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我们发现 这些radioactive protein 去哪了呢 有一些呢 去到了这些Vesco上面 对不对 去到Vesco上面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些protein需要转运 对不对 它需要Vesco 所以在Vesco里面 我们见怪不怪 所以就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发现 它还去到哪里了 它还去到我们的Gorgia apparatus 所以两侧还会有我们的Gorgia apparatus 那它在Gorgia apparatus 在干什么东西 在进行我们的一些further processing 比如说 我们会加一些sugar molecule上去 对不对 我们会进行一些further modification 所以它会被 它会跑到我们的这个Gorgia apparatus OK 那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 那现在我们这些protein 都已经完成了 对吧 那其他的地方应该没有 其他地方这些radioactive 应该都消失了 对吧 因为后面我们给它supply的 还是依旧是normal amino acid 所以我们有办法显示它们出来 对不对 那我们能显示出来 这些amino acid 这些protein跑哪里去了 它就跑到我们的这些 release vesicles上面去了 那甚至有一些protein 已经被release到细胞外里去了 那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发现 这些secreted protein 是怎么在我们细胞里面进行运输的 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实验 我们称之为 pulse chase experiment OK pulse chase experiment 所以这个能理解吧 应该比较简单 对吧 所以这个实验特别重要 所以未来 你想去追踪 也就是说 它给你一个idea 那这个idea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未来 你想去追踪一个东西 它的路径 那你怎么办 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小小的pulse 然后你去追踪这个pulse就可以了 你看看这个pulse到哪了 是吧 你随着时间的推势 你看看这个pulse到哪了 那这个就是它一系列的这个protein 或者是你想追踪这个mode 它运动的路径 OK 很简单 easy 所以这个实验非常重要 它不是一个怎么说 不是一个非常难的实验 但是它是给了你一个怎么说呢 给了你一个idea 给了你一个实验思路 所以未来你可能会在很多的这个课室里面都可能会碰到 类似于这样的实验 很重要 很重要 很好的一个实验 当然这个实验很老了 现在我们也不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radio activity的东西 就是放射性的东西 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做这种同位素的实验 很少了 OK 那我们来看这个secretive pathway 那我们有两种secretive pathway 那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constitutive constitutive pathway 那这个constitutive 这个constitutive pathway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always on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这个constitutive pathway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always on OK 那也就是说 只要是这个protein 它属于这个constitutive pathway的话 只要被合成出来 就会被送到细胞里面去 只要被合成出来 就会被送到细胞里面去 它是没有control的 no control OK 它是no control 那还有一种呢 是我们的regulated pathway 那regular pathway就好理解了 也就是说 这个protein的release 是实造调控的 OK 这是实造调控的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了 你比如说 有一些protein 在我们的extracecular matrix 特别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collagen collagen collagen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 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 那对于胶原蛋白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身上不停的会有这种 怎么说 不停的再会有损耗 是吧 我们不需要不停的 需要去补充这个college 所以你需要注意 对于college来说 它不需要被调控 所以它就只要去走我们的constitutive pathway 就可以了 合成出来 释放出去 合成出来 释放出去就完事了 OK 好吧 所以这种像这种 它跟我们外界结构相关的protein 是吧 类似于collagen axial cycle matrix 相关的protein 那一般来说 合成出来 就直接被release OK 没有control 但是呢 有一些protein 是吧 这些protein呢 它是需要被control 因为它可能有些功能上的 有些功能上的问题 比如说 hormon 对吧 像我们刚刚讲过的insulin 那你总不能希望说 啊 我insulin造出来 就是release insulin造出来 就是release 对不对 那这样你乱套了 是吧 那你不停的身上 又不停大量的insulin 就导致你低血糖 对吧 你可能最后就凉了 所以你需要注意 像这种insulin啊 neurotransmitter啊 对吧 类似于这样 有功能性的蛋白 那我不能 我不希望它 想release就release OK 那它需要有相应的 这个signal 去告诉它 我需要release 你才release OK 所以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两种 不送的path 那当然 他们走的这种 都是一样的 都是走 刚才我们讲过 这个endocytosis 和exocytosis 所以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 都是exocytosis 只不过呢 一个是受到调控的 exocytosis 一个呢 是受到调控 一个是不受调控的 这个endocytosis exocytosis sorry 这是 不什么地方 这需要稍微强调 这很关键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看比较复杂的地方了 我们来看这个protein sorting 其他地方我就不看了 你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protein sorting mechanism 有一些是gated mechanism 比如说到nucleus 因为nucleus呢 它是中枢 对不对 它是我们整个细胞的小规中心 所以不是说 它想进去的 所以对于silosol到nucleus 和nucleus到silosol 这种translation 我们称之为 它是gated 因为所有的这些出入 都需要受到调控 受到谁的调控 受到我们的nucleus pore complex 它们调控 OK 受到我们的nucleus pore complex 调控 那transmembrane 那我们需要注意啊 transmembrane很简单 就是跨膜吧 对吧 silosol到我们的membrane 办的organized 比如说从我们silosol到ER 是吧 那这时候谁来帮忙 一般来说 都需要我们的translocal 或者叫translocal 需要这种protein 过来帮忙 那这种protein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一个特殊的 这种transporter protein 比较特殊的transporter protein 那如果我们还想干什么 还想move between move between 不同organized 比如说从ER 到我们的goge 那这个时候 就需要我们的磨炮运输 需要我们的vasculartransport OK 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运输方式 不同的运输方式 那最关键就是这个gated 这个这个很重要 之前我没有touch到 但是现在需要 跟你稍微说一下 也就是说 进nucleus 需要有人站岗 对吧 你这个 我们细胞 细胞核系的地方 不是你想进行的 是吧 所以所有出入细胞核的东西 他们都需要tide control OK 那谁过来control 就是我们的nucleus pore complex OK 我们的nucleus pore complex 好 好了 那前面这个部分 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今天有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这个地方应该是整个课程里面 最烧脑的地方 最烧脑 最烧脑的地方 我们一会儿来看 我们一会儿来看 那首先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signal sequence的功能 是什么东西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protein 去它该去的地方 对吧 那这就是signal sequence 就跟我们刚才说过了 举了很多遍的例子 就是我们类似于包裹上 调取码一样 OK 那它会被不同的这些particle 不同的receptor所识别 OK 那现在我们来举个例子 所以现在接下来呢 我们来举的这些所有的例子 都跟谁有关呢 它都跟我们的ER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sequence 我们不讲那么复杂 我们不讲什么Matechondria 我们不讲那些其他 我们就讲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个就够咱喝一壶了 那这个signal sequence 去哪呢 是去ER的 好吧 来我们来看 那首先 我们来看这个signal sequence 可以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一般情况下 它会出现在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 它可以出现在我们的 这个peptide的末端 一般是出现在N端 所以这种 我们称之为N-terminal signal sequence OK N-terminal signal sequence 所以你会发现 这是我们的一个peptide 这是一个peptide chain 那现在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N-terminal 在我们的N端 好吧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注意 当如果说我们这个 如果说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它出现在N端的时候 那当它translocate 到我们这个ER membrane之后 它的这个signal sequence 会不会怎么样 会被我们的signal peptide 所cleave 所以在你完整的 这个protein的上面呢 是不会有这个signal sequence 存在的 OK 所以它被切掉 它被切掉了 那一般什么样的protein 才会有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是secreted protein 所以这个地方很关键 一般来说呢 secreted protein 它都是N端的 这个signal sequence N端signal sequence OK 那还有一种情况 那有个人就说 那我不一定啊 是不是啊 那也有可能是我这个signal sequence 出现在我们这个peptide的中间 是不是有可能啊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说 哎 没错 我们有的时候啊 这个signal sequence啊 它还可能出现在 我们这个peptide的中间 哎 那你这个需要注意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就没有办法被cleave掉 因为如果你cleave它 你是不是连带着一块 这个protein一起被cleave了呀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它出现在我们这个peptide的中间的话 它是不会被cleave掉的 OK 它是不会被cleave掉的 那这种signal sequence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internal signal sequence internal signal sequence 那它是会被保留的 所以这个signal sequence 它是retained OK 它是不会被cleave掉 OK 所以最后它是变成protein的一个部分了 那它会变成protein的哪个部分呢 它会变成protein的跨膜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我稍微再详细一点啊 所以它会变成transmembrane部分 它会变成transmembrane部分 好吧 那有的时候啊 这个internal signal sequence呢 又叫做internal star transfer sequence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吧 那transfer transfer什么东西啊 就是往我们的这个er luminary transfer 所以它有的时候也叫做internal star transfer sequence 那这种一般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一般它出现在membrane protein上面 为什么呀 因为membrane protein是不是它需要有一个transmembrane domain 那这个transmembrane domain是由一般是谁来构成的 一般就是由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来构成 OK 好吧 好 所以这个很关键 我需要给你强调一下 所以我们的这个signal sequence 既可以出现在n端 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这个signal 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pipety sequence的里面 都是可以的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membrane protein 好吧 那我们先活学活用一下 好吧 我们先活学活用一下 那首先呢 membrane protein呢 它走的路跟我们signal protein是一样的 那也是signal 转让到er 再到gorgi 再到prosomembrane 所以这几个step都是exactly same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一个是插在lumen的里面 另外一个呢 是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在membrane上面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唯一的区别 并不是很重要 很简单 那这个时候 我需要稍微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它其实是有一定方向的 OK 是有一定方向的 谁来决定它的方向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的前面 有一些possibly charged的mbrane protein 所以这些possibly charged的mbrane protein呢 它决定着我们的这个sequence的方向 OK 那我现在用简简单单 用了这个正负号去标明 你也可以简单这么去理解 也就是说 这个就代表着我们的sequence signal sequence的方向 你就可以这么简单去理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不容易出错 当然 实际情况下比这个复杂 我为了给你简化 为了让你不出错 那你只需要去记 正负是什么意思 正负的意思首先是 正好代表这个地方 有一些positively charged的mbrane protein OK 那我们称之为flankingpositively charged mbrane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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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的功能是什么东西 它决定着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朝向 OK 那现在你比如说 我左边是正右边是负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是右边是正 左边是负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地方 我需要你注意一点 很简单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叫做single pass transmembrane protein 那single path transmembrane protein 就代表着 我们这个protein 就只有一个transmembrane domain OK 那你就可以理解了 这一个transmembrane domain 就是谁来决定的呀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来决定的 对吧 就是它来决定 OK 就它来决定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它进到我们这个translocon的时候 那你需要注意 我们这个positively charge 这个site 它一定是冲向cytosol OK 一定是冲向cytosol 那为了方便你去记忆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对于我们这个translocon来说呢 它也是有方向性的 OK 它也是有方向性的 那它冲向lumen side的这个部分呢 是positively charge OK 冲向cytosol side的呢 是negative charge的 所以这个时候 由于正负变合 这种互相信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们正的这一侧 它一定是冲向外面的 OK 一定是冲在我们这个cytosol 一定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我现在是左边是 左边是正右边是弗 那当它插到 当然这个我省力的ribosome 你应该知道什么的ribosome 我手就掉了 那当它插入到我们translocon的时候 我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不是n端应该在我们的cytosolic side 对吧 因为正的这一侧 是冲在cytosolic side的呢 那正的这一侧 又跟我们的n端是连在一块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positively charged的 amino acid 它靠近n端的话 那这个时候n端就应该在cytosol OK n端就应该在cytosol 那c端怎么办 那我们刚刚说过了 顺着我们这个peptide 一直去 那最后它是不是一直续进来 对不对 它一直续进来 所以最后我们的c端会留在哪里 会留在我们的lumen里面 erlumen里面 OK 所以最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当这个protein跑到membrane上面去的时候 那你需要注意 它会有一个cytosolic n-turbinus 会有一个extracegular c-turbinus OK 我来给你总结一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它上到membrane上去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extracegular extracegular的c端 c-turbinus OK 它会有一个intracegular的n-turbinus OK 好吧 这个好理解是吧 这比较简单 那同时我也可以反过来 对吧 那我可以让右边是positive 左边是migative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这个时候你思考一下 当我往这个translucon上面插的时候 是不是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们也依旧使得这个positive side 是不是冲在我们side的走 但是现在这个positive side 这个positive side 跟谁搞在一块的 它是跟我们的这个c端 是不是靠得更近 对吧 它跟c端靠得更近 所以当它跟c端 靠得更近的时候 这个时候c端 是不是就留在我们side的走路里面 对吧 n端就会被insert 到我们这个positive上面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当我们这个合成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project合成的时候 合成的合成 它吸不进去了 吸不进去了 那合成出来这些新的pipet 它就留在我们side的走路里面 OK 所以在这个case里面 那我们会拿到一个什么呢 我们会拿到一个extra segular的n-turbinus ok 会拿到一个intrasegular的c-turbinus ok 这个好理解吧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对吧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transmembrane domain 那这一个transmembrane domain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signal sequence ok 就是我们这signal sequence 那只不过这个signal sequence 它是有方向的 它是有方向的 那positive side 一定是冲在side zone ok 那如果positive side 靠近我们的n端 那这个时候n端就在side zone ok 如果positive side 出在我们的c端 那c端就在我们side zone ok 考试的时候就要考这个 它会问你 我们有一个这个样子的signal sequence 那最后你生成这个protein 那它的哪个端在哪个地方 是吧 那你应该知道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的single path transmembrane protein 很简单 是吧 它只需要一个signal sequence 的考证 ok 那我们来点复杂 我们来点阴间的东西 如果我有multipath transmembrane protein 怎么办 我有好几个transmembrane 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操作 这有点复杂 这有点难了 我们一块来看 首先呢 你一定也是有一个signal sequence 存在了 一定会有 好吧 所以这个是一定一定一定会有的 好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ok 这是我们signal sequence 但是 除了这个signal sequence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的sequence 这个sequence叫什么东西呢 叫做stop transfer sequence ok 我们称之为stop transfer sequence 那看名字就知道 什么叫stop transfer sequence 也就是说 一旦我们的translocal 碰到了这个stop transfer sequence 他就不会把后面新合成的pipetide 是不是送到我们的lumen里面去 这个就是我们stop transfer sequence的功能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 如果它是一个 2transmembrane domain 这么一个transmembrane protein 那我们要怎么来操作 那首先 你比如说 我先拿到了一个 我们先拿到了一个 这个star transfer sequence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那它呢 就会跟我们的translocal合在一起 对不对 被他们translocal所识别 那现在由于我们这个positive site 是不是靠近我们的n端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n端就在settosome ok n端就在settosome 那我们是不是就开始 上面是vipetide 对吧 就开始往里续啊 续啊 我新合成的这些pipetide 是不是都续到我们的er dlumen里面去了 对吧 但是随着它续续续续续 碰到了一点 碰到了什么东西 碰到了stop transfer sequence 这是stop transfer sequence 那当它碰到这个stop transfer sequence的时候 后面所有的这些pipetide 它都续不进去了 对吧 它续不进去了 所以它就留在settosome 里面了 所以我们就拿到了一个 有两个transmembrane domain的 这么一个protein ok 那现在它的n端和c端都在哪里啊 都在settosome ok 它都在settosome 好吧 这好理解说 很简单 那我再复杂一点 那如果说这个protein 它有三个transmembrane domain 那你觉得该怎么操作 如果我有三个transmembrane domain 那我该怎么操作 那我该怎么去实现 三个transmembrane domain 这么一个protein 那你猜一猜 我们该怎么操作 是不是 首先我应该有一个 internal start transfer sequence 对不对 internal signal sequence 然后我再有一个什么 再有一个stop transfer sequence 对不对 是吧 那现在我们有两个transmembrane domain 然后我在后面再接一个什么 那我给它再接一个 这个signal sequence 再接一个start transfer sequence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就是拐一拐 是吧 那拐进来 没有问题 然后跑到这来拐出去 那我们后面这个部分 进不来了 然后呢 我再碰到一个start transfer sequence 就是它又续进来了呀 所以这样 我们就拿到了三个transmembrane的 这么一个protein 那如果我再多一点 四个行不行 可以 那怎么办 你再给它加一个什么呀 stop transfer sequence 是吧 start stop start stop 那这样就是一个四个trans 四个transmembrane domain protein 那能不能再复杂 能 还能再复杂 甚至有的时候 我说了 那这些方向是不是也有关 也有关系 我们是把方向 也一块可以列进来 把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方向一块列进来 那你比如说 现在我前面如果是negative 如果后面是positive 那positive如果靠近C端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protein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C端应该在我们三个道理 对不对 然后它向往里续续续续续 那当它碰到stop transfer sequence 又会停住了 对吧 然后呢 再碰到一个start transfer sequence 是不是 又续进来了 对吧 那同样它是一个三个transmembrane domain 这么一个protein 那它的N端和C端就会怎么样 就会交换位置 是不是 就交换位置 所以这你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就是整个啊 这个部分最难的部分 整个我们这块最难的部分 所以你得知道 什么时候我们有start transfer sequence 那start transfer sequence 还有正负之分 是吧 所以你需要注意一点 我在这写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start transfer sequence start transfer 也就是我们的signal sequence start transfer呢 又有两个方向 是吧 一个是正负 是吧 一个是负正 类似这样子 所以它会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对吧 然后同理我们还有一个stop transfer sequence stop transfer sequence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灵活的去运用这两个不同的sequence 然后你就可以合成相应的 你需求的N-1-7 那这个地方的题目 一般会怎么考你呢 一般就是会问你 比如说C端啊 N端啊 在哪个地方 比如他给你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么一个topology 比如说他给了你一个在这儿 先是一个start start 然后后面来给你一个stop 然后再给你一个start 然后再给你一个stop 然后再给你start 我举个例子 那然后问你 现在这个protein 如果最后跑到membrane上面去的时候 然后它的N-1-C-3在哪 一般来说就这个 比较复杂 所以难倒是不难 就是你得掌握一下 这个我们的start transfer sequence的方向 还有我们stop transfer sequence 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不同的功能 他们组合一下这件事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有点难 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get到我这个点 因为这个地方算是整个过程中比较难的部分 所以能能能能get能understand吗 那如果对你还得多看一下 所以对于如果说对于如果说我们这个secreted protein来说 它是被分泌出去的 那它就不可能会存在我们的internal transfer sequence OK 它只需要一个N端的一个n terminal signal sequence就可以了 那最后当我们的这个signal sequence 因为它现在不需要在膜上嘛 所以它最后就被cleave掉了 OK 被我们的signal peptides cleave掉了 那整个的啊 我们整个这个peptide都落到我们的ER loom里面去了 它在ER loom里面再进行一些further processing啊 进行一些其他的过程啊 然后再送到我们的goge 然后再送到我们的这些exocytειςnaik pubesiclems上的去 OK 好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逻辑上最复杂的地方啊 理重上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整个逻辑上最复杂的地方 那我希望等让你回去仔细再看一看 好不好 再看看 好吧 那主要就是我刚刚讲过的这几个不同的组合方式 是吧 那 M端 C端 是吧 这两个部分 那我们的start transfer sequence 这个方向 然后再加上 这个我们最后会有几个这种 sequence存在 它有不同的组合 我相对来说还是 还算OK 还算OK 那你可能需要多一点这种理解 理解在里面 你不能死机境背 死机境背是没有用的 你也能看出来 这个部分可能跟有机有点像 有机你不可能死机境背 你死机境背是不可能的基础 那这个 在我们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你不可能死机境背 你也得灵活应对 你得理解 好 那我们来看最后这几个部分 我们这个protein processing protein processing protein processing一般在哪个地方出现呢 一般在Gauchy和我们的ER里面 都会有protein processing OK 都会有protein processing 那只不过在Gauchy里面的protein processing 更多一些 我们更常见一些 那Gauchy我们一块来看 Gauchy apparatus 高尔基体 那说白了它的功能干嘛呢 它接受我们这个protein 或者接受这些lipid 从我们ER里面过来 对吧 那vesicle是把我们的protein 把我们的lipid 运到我们的Gauchy里面去了 对吧 然后呢 它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enzyme 所以在我们这个Gauchy里面呢 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enzyme 这些enzyme 会对我们这些protein 或者对这些lipid呢 进行一些modification OK 进行modification 然后再送到它该送到的地方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Gauchy的功能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 我们的sorting center 对吧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Gauchy呢 其实就是一个sorting center 所以它把该去到 该去到不同地方的东西呢 都送到不同地方去 所以这就是Gauchy的功能 好吧 那我们一会儿来看 对于这个Gauchy来说呢 它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几个不同的层次 那靠近ER的那一侧 我们称之为SysGauchy Network OK SysGauchy Network 那人家就问了 那为什么叫network呢 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膜结构 有成片的膜结构 有很多vesicle 有很多vesicle 刚发生fusion 所以这个地方的膜结构比较复杂 所以呢 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叫做network 那由于它靠近ER 那这一侧呢 我们就称之为它是SysGauchy Network OK SysGauchy Network 那靠近membrane内侧 我们叫它什么 我们叫它TransGauchy Network OK 就是TransGauchy Network 所以这个需要一点记忆了 就是靠近ER 靠近Nucleus那侧是Sys OK 是Sys 然后呢 靠近membrane那侧是Trans OK 好 接着来我们来看 那整个Gauchy呢 除了这些内外两侧之外 它中间还加了好多层 OK 中间还加了好多层 那中间加了这些层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称它为SysTner OK 称之为SysTner 那靠近 靠近SysGauchy Network这侧呢 我们称之为Sys SysTner OK 靠近Trans这一层这侧呢 你也可以猜的叫什么 叫TransSysTner OK 那中间这一层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Medial 中间Medial System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 不想先擦掉了 我应该把它补上 Medial OK Medial System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Gauchy的这么一个形态 很简单 就是它其实就是有好多这种片层组成的这种磨结构 好多这种磨结构组成片层 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Gauchy apparatus 那Gauchy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东西呢 那这些呢 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Modification 就是我们的Glycosylation OK Glycosylation 那什么叫Glycosylation 就是Add Sugar OK 所以加Sugar 就是Glycosylation 那对于Gauchy来说呢 它不仅仅可以对我们的Protein Protein上面加Sugar 它也可以给我们的Lipid上面加Sugar 好吧 所以这Gauchy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Focus在Protein 那我们来看这个Protein是怎么被加上Sugar的 好吧 怎么被加上Sugar的 首先呢 整个Glycosylation的过程呢 在ER里面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过程呢 不仅仅是从Gauchy才开始Modification 从ER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OK 那只不过在ER的时候呢 因为ER比较简单 它能对我们这个Protein做的Modification比较简单 所以它只能加一种比较单一的Oligo-Zahara 到上面去 Oligo-Zahara就是寡糖的意思啊 就是它把几个Sugar呢 就可以往这个Protein上面加 那所有Protein上面加的Sugar 其实都差不多的 OK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啊 就是好几个Glucose 有什么Mannose等等等等 这个我们不想去记 你不想去背这些Sugar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你需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被Glycosylation的Protein 在ER里面都被加上了一种Oligo-Zahara OK 那毕竟ER比较简单嘛 是吧 毕竟ER比较简单 好吧 那继续 那这些Protein 就会从我们的ER 被送到我们的Gauchy apparatus 那当它在Gauchy apparatus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它会一层一层的走 所以它先到我们的SysGauchy network 然后呢 到达我们的SysSysTina OK 到我们的MedialSysTina 到我们的TransSysTina 最后到我们的TransGauchy network 所以它会走这么一套流程进来 OK 它会走到这一套流程进来 那在每一层上面 在每一个SysTina上面 都会有不同的Enzyme OK 都会有不同的Enzyme 那这些Enzyme 就会对我们上面这些SysGauchy 做进一步的Modification OK 做进一步的Modification 好吧 随之内容要注意啊 那我们由于这个Protein 它走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走过了我们整个的这个Gauchy apparatus 那里面这些Enzyme 就会根据这个Protein的需求 是吧 加上或者删掉相应不同的SysGauchy molecules 所以在Gauchy里面 我们会发生一些比较Complex的 这种SysGauchy processes OK 好吧 所以这很关键 这很重要 所以最后呢 我们需要注意啊 整个Glycosylation这个功能 整个Glycosylation呢 几乎是只会发生在Lumen里面 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 Transmembrane Protein 那你需要注意 我们的Glycosylation 一定发生在哪个地方 一定会发生在我们这个 Extracecular side 比如说Lumen side 而不会发生在Cytosolic side 所以我们这个Protein 如果被加上了Sugar 你需要注意 它其实是一个 Asymmetric molecule 是吧 因为只有它的外面才会有Sugar 它里面是没有Sugar 我们的这些 Glycosylation 一定发生在Lumen里面 那最后 当我们这个Membrane Protein 到达我们这个表面上之后 那这个时候 它上面就应该只有在外层 Axtracecular side 才会有Sugar molecule OK 才会有Sugar molecule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Goji 那Goji 我希望强调的点 就在这个地方 很简单 那Goji呢 它里面有更多不同的Enzyme 然后去Process 不同的这些 Process不同的这些Sugar molecule 那我们这个Sugar molecule 几乎只会存在在Lumen里面 而不会存在在我们的Cylozolid side 里面 所以整个Protein呢 它其实是一个Asymmetric molecule 那整个Glycosylation的过程呢 其实在ER里面就发生了 只不过呢 ER呢比较菜 它只能加一种啊 只能加唯一的一种 Oligozylase在上面 是吧 那只有当这个Protein到达了Goji之后 它才会按需 在我们这个Sugar molecule上 再做进一步的Modification 那当然 这些不同的Enzyme 这些不同的Modification 你不需要奇迹 好吗 因为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背锅也没有用 好吧 那你只需要知道 这个基本的Concept 最快的 好吧 OK 好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几个 比较有意思的模价结构 我们的Lycism和Endosome 有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懵了 Lycism和Endosome 不是差不多东西吗 那很像啊 很像啊 只不过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 我们有一点细微的区别 那我们先来看Endosome 什么是Endosome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Organal 它其实也是Organal 那只不过是 它是刚从外面吃进来新的东西之后 形成这个模价结构 就类似于一个Vesicle 类似于一个Vesicle 那这个Vesicle里面呢 含有从外面刚过来的 刚进来的一些Molecule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Endosome OK 所以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比如说刚才是吧 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Endocytosis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是不是我们这个细胞 从外面吃进来的一些Molecule 吃进来了 对不对 那形成了这么一个Vesicle 你就可以简单的把这个Vesicle 或者说把多个Vesicle 这种集合 理解成我们的Endosome OK 它就是我们的Endosome 就是Endosome 那么一种东西呢 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膜结构 它也是个膜结构 只不过呢 现在这个膜结构里面呢 还有很多这种Hydrolytic Enzymes 有一些Enzymes 很多Digestive Enzymes 你比如说里面有些Peptidase 有一些Lipase 是吧 那对于这些Enzymes来说 它是干嘛用的 它是用来Break down这些Molec的 比如说Protein进来 就会被Peptidase Break down 那我们这些Lipase进来 就会被Lipase Break down 所以这些 这些东西 最后就会变成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Endosome呢 最后会 我们的Endosome 会先变成Early Endosome OK 你还记得这个Endosome Early Endosome Early Endosome呢 会变成Late Endosome OK 那最后Late Endosome 因为里面加上了各式各样的 这些Digestive Enzymes 最后它才会变成Lycesome 所以整个过程 我在下面给你标出来了 我们这个Life Cycle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呢 我们有Early Endosome 这是刚吃进来的 这些Micromolecals 什么Protein呀 什么Lipase呀 我们刚把它吃进来 是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Early Endosome OK Early Endosome 那接下来 这个Early Endosome呢 它会Mature 它会Mature 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Late Endosome OK 变成Late Endosome 那这些Late Endosome呢 又会接受 比如说外来的一些Digestive Enzymes OK Digestive Enzymes 比如说 有一个Vesco 外来的Vesco 里面有Digestive Enzymes 那这些Digestive Enzymes 就会跟我们的Late Endosome 发生Fusion 那发生Fusion之后呢 它们就会合在一起 它们就会合在一起 那这些Lycesome 这些Enzymes 就去Break down 这些Moracle Molecule 那最后呢 就会变成Lycesome 那这些Lycesome 我们又会回过头去 是吧 再会跟其他这些 Endosome 发生Fusion 然后不停 我们这个Cycle 就可以Repeats 那这里面各式各样这些 被Digest 这些Moracle 就会怎么样 就可以被我们这个细胞吸收 然后呢 再去重做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 Biological这些作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Lycesome 这是Endosome和Lycesome 区别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里面 当我们Endosome里面 所有东西都被Break down 完毕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Lycesome OK 那由于Lycesome里面 contain很多的这种 Digestive Enzymes 那Lycesome 又会跟会跟其他的 那些Endosome 发生Fusion 接着去Break down 新的Endosome里面的 这些Moracle Molecule OK 所以这是 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 那这个Endosome和Lycesome 什么样的关系 那Endosome Lycesome 就这么有关系 好吧 那Lycesome里面的 N酱 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 这些Secreted Protein 也就是说 我们这些Protein 是要先跑到ER 然后再跑到Gorgi 然后Gorgi 会Sort 这些Digestive Enzymes 到我们的这个Endosome Lycesome里面去 好吧 所以走的路其实是一样的 走的路其实是一样的 OK 所以Lycesome的主要功能 就不用我说了是吧 它主要是Intracicular Digestion Intracicular Digestion 那里面会有很多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这种N酸 是吧 大概有40多种N酸 都有哪些 你比如说我们里面有Protein 用来Break down Protein 里面有Nuclease 用来Break down Nucleic Acid 里面有Lipase 用来Break down Lipid 那还有些其他的N酸 那这些 大家需要注意 这些N酸 它们都是Acidic Hydrolase OK Acidic Hydrola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们会在酸性的条件下工作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了 干什么呀 我们需要这个Lycesome 能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能维持一个酸性的状态 对吧 所以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Lycesome呢 它的Ph大概在多少呢 大概在5左右 是吧 那正常细胞大概在多少 在7.4 7.2到7.4左右 那你会发现 我们在Lycesome里面 Lycesome的Ph 是远远小于这个值的 是吧 所以它100倍 是吧 如果还记得 这个Ph Scale的话 那Ph应该是 Full Log 是吧 Full Log Proton的Concentration 所以你少一个值 就相当于少10倍 那现在正常情况下 是7 对吧 那你现在变成了5 那你少了 你相当于是 Proton的Concentration 是外面的100倍 对吧 那问题就来了 我们该怎么去Maintain 我们该如何去Maintain 这个100倍的 这个Proton Difference 该怎么做 上周我们是不是讲过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Enzyme 叫V-type ATPase 还记得吧 哎呀 我们的V-type ATPase 它是我们的Proton Pump 所以它可以利用ATP 是不是持续不断的 往我们的Lycesome里面去Pump Proton 那就可以Keep一个比较Low pH State OK Low pH State 好吧 那同时 我们这个Lycesome 它其实也是个Membrane-Bound Organelle 那突然就问了 为什么非掉Membrane-Bound的呀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 这个里面呢 存在着大量的这种 这个Hydrolytic Enzyme 对吧 如果你把它释放出来了 你把这些Hydrolytic Enzyme 释放出来了 那不得了了 你身体 你细胞里面的这些Proton 是不是也被Digest的 你细胞里面的这些Lypes 是不是也被Digest的 所以肯定不行 所以肯定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我们就需要 我们这Lycesome 一般来说它是Membrane-Bound 如果你破坏了Lycesome 那你这个细胞可能就离死不远了 是吧 离死不远了 那同时呢 我们这Lycesome的Membrane 在Lycesome上的Membrane 它呢 也是有一些Glycosylation在上面的 为什么需要有Glycosylation呢 就是为了防止它们被这些N-Bound 都在Digest Digest掉 OK 好吧 那还有我们这个Proton呢 这个Proton在我们这个Membrane上面 然后呢 它们把这些Product 就会被送到我们这个细胞外面去 那我们这些 这个我们这些这个Lycesome上面呢 除了有这些Proton pump之外 还有一些Transport Transporter 还有Transporter 比如说 还有一些什么Amino Acid Transporter 有一些Sugar Transporter 有些Nucleotide Transporter 是吧 它现在在我们这个Lycesome里面 我们要利用它的话 是不是得把它运到这个细胞里面去 运到Cylozol里面去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在我们这个Lycesome的表面上呢 还有一些其他这种Transport Protein 那这些Transport Protein 就是帮忙去Transfer这些 已经消化完毕的Molecules 是吧 这些原料Molecules 到我们的Cylozol里面去 那这样我们就细胞就可以利用起来了 是吧 细胞就必用它了 OK 好 最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还有Plant Plant Vacuum 那这个Plant Vacuum呢 跟这个Lycesome很像 Lycesome很像 那主要我们有两种Vacuum 第一种呢 就跟Lycesome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Lytic Vacuum Lytic Vacuum 就是跟我们刚刚讲过的 就跟Lycesome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的 那这些Molecules进来 然后呢 在Vacuum 因为Vacuum也是有个相对来说 比较低的PH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Vacuum里面 被里面的这些Nzymes 所以就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功能差不多的 那你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 植物的这个 叶泡 它这个Vacuum 它占据了细胞的体积 要远远大于Lycesome 占据了细胞的体积 那就像我之前讲过的 你去吃那些 你去吃这些水果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些细胞 它的Vacuum是特别大 有橘子 你都可以肉眼可见 那所以它的Vacuum 就根据不同的植物 根据不同的植物 它的这个叶泡 占据的体积是不一样的 但是主要的功能差不多的 主要跟我们Lycesome 其实差不多 就是帮我们去 Digest 这些Molecules OK 当然有一些 有一些Vacuum的功能 有一些储存能量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把一些湿根 把一些糖分 是吧 都储存在Vacuum里面 其实也有 所以主要就两种的Function 一种是Digestive Function 一种是Storage Function OK 当然除此之外 你需要注意 除此之外 对于我们Vacuum来说 它还会维持一个 我们称之为Tugger Pressure 这么一个东西 Tugger Pressure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我这个语文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Tugger Pressure 什么东西呢 我就给你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 你能理解了 你会发现植物的这个叶子 和它的这个精 是不是相对来说 还比较 比较硬 比较直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比如说 你在那边菜场上买了个菜 是吧 菜场买个菜 是吧 你刚买完 只要你买根黄瓜回来 那这根黄瓜是不是突然饱满 它被硬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它的Tugger Pressure就比较大 那现在它的这个细胞的 这个形状就比较饱满 那就比较饱满 那一旦你把里面这些液体 从这个Vacuum里面弄出来 比如说我撒点盐 你会发现 这个植物是马上就蔫了 对吧 就非常形象的 所以叫蔫了 是吧 为什么叫蔫呢 因为它的细胞维持不了 它自己的形态了 它的Tugger Pressure 已经很低了 OK 所以这个Tugger Pressure 什么东西呢 说白了 就是去维持这个细胞形态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压强 这么一个压强 所以有一种草 叫寒羞草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这寒羞草 就是你动弹一下 那叶子 就掉下去了 那这个时候 有问题就来 那为什么你动弹一下 它叶子掉下去了呢 这是怎么实现了呢 就是当你动这个叶子的时候 这个植物感受到你碰它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降低 这个叶片连接处 那个地方的 这个Tugger Pressure 那这个叶子 啪就拧了 大拉下来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Vacue的另外一个功能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帮我们干什么呀 它可以帮我们去增加 我们这个Cell的这个Expansion 提高我们这个细胞的Volume 所以基本上 就是我们几个功能 所以功能上 这个Vacue 跟我们这个LineSysome 其实差不多 所以它上面 其实也应该会有一些 V Type ATPase对吧 因为它也需要维持一个 Acidic Condition OK 维持Acidic Condition 好 最后我们来看Peroxism 那对Peroxism来说呢 那它其实是帮我们去做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利用我们这些Molecular Oxygen 去Break Down Fatty Acid 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Peroxism呢 跟我们的这个 Long-Chair Fatty Acid Break Down 有关系 所以有的人如果有遗传病 在上面有遗传病 比如说Peroxism出现了问题 那可能它的这个Fatty Acid 利用的情况 就是变得很差 就变得很差 所以这个Peroxism呢 说白了在干嘛呢 就是在利用我们这些Molecular Oxygen 所以它叫Peroxism 叫过氧化物媒体 对吧 叫过氧化物媒体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produce什么东西呢 它会produce我们的 比如说双氧水 类似这样的东西 是吧 当然这个东西是有毒的 双氧水肯定是有毒性的 是吧 因为它有很多很强氧化性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也希望 keep它在一个confined department 比如说Peroxism 用完了之后 马上消掉 用完了之后 马上消掉 OK 好吧 所以这是我们的 Peroxism 一些消化的功能 那你需要注意 当我们去运送 Protein 所以这加一句 那当我们去运送 Transport protein 当我们去 Transport protein Transport protein To Peroxism的时候 因为它其实也是 它其实也 Peroxism OK 那它也是一个 Organal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去运送 这些 这个Protein 就是我们合成好的Protein 到达Peroxism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 它其实是什么状态呢 它其实是一个folded state 所以这个Protein呢 它处在一个folded state 好吧 那我们刚才讲过 是不是我们的Metocondria 我们的Choroplast 它运进来的Protein 应该是什么样 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处在一个unfolded state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运送到Peroxism 那这些Cerozol里面Protein 它是处在一个folded state OK 处在一个folded state 好吧 这你需要注意 那同理 对于我们这个Nucleus 里面也是一样的 运到Nucleus 也是folded protein 也是folded protein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Nucleus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刚刚说过了 那在Nucleus 的时候呢 我们有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的合模上呢 有一个Nucleus Pore Complex 它就相当于是 我们站岗的卫兵一样 它严格的把控着 什么样的Molecule 可以进行 什么样的Molecule 处出 OK 那一般来说 对于小分子的物质 你比如说水啊 对吧 Sugar啊 对吧 小分子的物质 那他们几乎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毕竟他们没有什么威胁 对不对 他们对我们 人家弄点水 那点Sugar 对我们这个Nucleus 没什么威胁 所以一般 小这种 small molecule 它可以free diffuse OK free diffuse 但是呢 如果是一些大的Molecule 比如说MRA 比如说Protein 对吧 这种比较Giant Molecule Molecule 那他们都是有选择性的 OK 它都是有选择性的 不是说所有的Protein 都可以进到Nucleus 不是说所有的Protein 都可以出Nucleus 它是受到严格把控的 OK 是不是严格把控 那问题是 那谁来把控啊 那进出核 需要谁来帮忙啊 那你需要注意 进出核的话呢 我们也需要Nucleus Import 或Export Signal OK 我们有不同的Signal 来控制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 比如说 我们有这个Nucleus Localization Signal 或者Nucleus Import Signal 那只要有这个Signal 存在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Protein 就可以被送到我们的Nucleus 里面去 OK Nucleus里面去 那一旦 一旦我们这个Nucleus Import Signal Sequence 出现了Mutation 大家 你不用去 你不用去记这个Sequence 这个Sequence 是Lysin Lysin Lysin Argin Lysin 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记 但是一旦 你需要注意 一旦这个Signal Sequence 发生了Mutation 那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Protein 就再也进不去核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东西 就类似于通行证 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这个Nucleus Import Signal Sequence 或者叫Nucleus Localization Signal 或者我给你 举个名字 还有另外的名字 叫做Nucleus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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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l OK 所以你甭管 你甭管它到底叫什么名字 反正呢 就是做个玩意儿 那一旦是 有我们这个东西 一旦我们这个Signal Sequence 处在一个完整的状态 没有问题 通行证在嘛 所以我们的Nucleus Pore 就会放我们这个NZM进去 放我们这个Protein进去 OK 但是一旦 我们这个Signal 发生了Mutation 你比如说 我把其中的Lysin 全部都变掉 变成Alony 变成Threen 变成Sering 那不好意思 由于你现在通行证变了 对吧 那没有办法 被我们的这个 NucleusPore 所识别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Protein 就再也进去Nucleus 它就Stay InSignal OK StayInSignal 好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好不好 我们来举一个 比较重要的例子 这个重要的例子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GR 我们的Gluco-Corticoid Receptor OK 那这个呢 是怎么work的呢 我们一块来看啊 首先呢 其实我们有两种 不同的Receptor存在 一种呢 是Membrane Receptor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比如Insulin Receptor 比如说GPCR 是吧 像这种 它们都属于我们的Membrane Bound Receptor 那它们一般会跟谁 结构在一起呢 一般会跟那些Soluble的 或者比较Large的 这种Signal Hormone 发生Bunding 比如Insulin 那Insulin比较大 又是一个Peptide Hormone 所以呢 它没有办法进到细胞里面来 那这个时候 它就需要一个Membrane Signal OK 它需要一个Membrane 这么一个Receptor来去借助它 去传递型号 OK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 N酸 不是叫有些N酸 有一些Hormone呢 它属于比如说Steroid Hormone 所以 这些Steroid Hormone呢 它本身呢 相对来说比较Hydro-Slobate OK 所以 它可以快膜 它可以自己快膜 它可以Diffuse Diffuse across membrane 所以它就不需要Membrane上的Receptor 对吧 它不需要 因为它直接就可以进去膜里面 直接可以进到我们细胞里面去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GR receptor 我们这个Gluococorticoid receptor呢 它其实是一个 Intracicular receptor 它是一个Intracicular receptor OK 那一旦 比如说发生了硬机 因为比如说我们有Cortisol Cortisol Cortisol就是Ligand 这个就是应激反应出现的 那当这个东西出现了之后呢 它是跑到血液里面去了 然后呢 跑到现在的细胞里面去 然后它可以直接Cross 我们的Cortisol membrane 直接跟我们这个GR receptor 发生Binding OK 发生Binding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Receptor 相当于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相当是一个 我们的Transcription Transcription Factor 它类似于Transcription Factor OK 所以 现在被激活了它之后呢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Transcription Factor 那Transcription Factor 功能是什么东西啊 它会去指导一定的 Protein Expression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被激活的Receptor呢 它就会通过我们这个细胞核 核孔 跑到我们的Nucleus 那当它跑到Nucleus 它就会Bind到相应的Element上面 然后去激活 相应的MRA Transcription OK 那这些Target Gen 如果被Transcribe了 产生了这些MRA 是不是又可以回到我们的Cylozol里面 去合成相应的Protein啊 那这样我们就起到了 通过这个信号传递 起到我们去刺激某一个Protein 表达的功能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 这么一个 怎么说呢 类似于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进出核 来完成的这么一个细胞上的一个调控 OK 当然了 除了这个Glucocolicore receptor之外呢 还有别的 你比如说 有一些性激素 比如说磁激素 熊激素 Androgen Eastrogen 是吧 那由于它们其实也是Steroid Hormone 那它们的Receptor也依旧是什么东西 也依旧是Intracelular Receptor OK 你比如说我有磁激素Eastrogen Eastrogen呢 也会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它也会办 它就不办了Gl 它办了Eastrogen Receptor 那办了Eastrogen Receptor Eastrogen Receptor被激活了之后 它其实也是一个Transcription Factor 那它也可以Translocate到我们的Nuclec 去然后激活相应的Gene Expression 所以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 它就会激活跟 比如说女性相关的 比如说跟雌性相关的这些Protein的Expression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这个女生 那就会有一些相应的 女性的一部分特征 对吧 所以这就是 我们的这个Protein Translocation Protein的这个 这个Protein的这个Sorting OK 那我稍微来总结一下 稍微来总结一下 那我相信后面这个部分 还不是很困难 我想把前面这个部分 再稍微说一说 前面这个Protein Sorting 这个部分 我稍微再强调一下 好吗 那如果是Cytosolic Protein的话 如果是Cytosolic Protein 那它是最简单的 它上面没有任何的Signal Sequence 它呢 就在我们的Cytosol里面被合成 合成之后就老老实实实留在Cytosol里面 OK 那如果是Metochondria或者Cloroplast 那它们这个Peptide 会在我们的Cytosol里面先合成完毕 但是呢 它会处在一个Unfolded State OK 所以一个Unfolded State 那这个Unfolded Protein 它会Translocate 到达我的Metochondria或者Cloroplast 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Folding 同时它的Signal Sequence会被怎么样 会被Clean掉 OK 好 那最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还有Nucleus和Peroxysm 那对于Nucleus和Peroxysm来说呢 它们两个就非常简单 那这些Protein也是在Cytosol里面 被合成Fold完毕 然后再被转运到相应的地方去 OK 好吧 所以它们在转运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Folded Protein 好吧 那最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还有去到这个 我们还有去到这个 Secreted Protein 后的Membrane Protein 那它们呢 是会老老实实先在哪里呢 它会先在ER上合成一部分 对不对 然后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Signal Sequence 我们就会被SRP所识别 然后带到我们的 Endoplastid Ridiculum的程序 完成相应的Translation 那如果是一个Secreted Protein 它就会有一个N-Terminal的Signal Sequence 那当它合成完毕之后 N-TerminalSignal Sequence会cleave掉 整个Protein都落到ERLumen里面去 那换成我们的Membrane Protein 那比较麻烦是吧 它会有一些InternalSignal Sequence 和一些比如说Stop Transfer Sequence 那它们有着不同的组合 就会导致我们最后Membrane上的Protein呢 有不同的种 有不同的这个方向 所以不同的方向 OK 那无论你是Secreted Protein 还是Membrane Protein 最后呢都要会被从ER上面送到 Gorgi里面进行Further Processing OK 那经过这个Process完毕的Protein 才会被送到 比如细胞外面去或者细胞膜上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张 是吧 碰到的主要问题 主要矛盾 好不好 那我基本上最后这个部分 最后我稍微做了一下总结 稍微做了一下总结 那大部分情况下 你能碰的这个Protein Transport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部分 好吧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其他其他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啊 可能说我讲的这个顺序呢 跟它Size上的顺序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啊 但是不影响 不影响 因为内容呢是一致的 那我觉得可能按照我这个方式去 做这个Logic呢 可能会更简单一点啊 所以我把这个Logic呢 稍微换了换了 但是内容都是一样的啊 内容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都是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顺势上可能稍微有一点出入 好吧 OK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块解决一下呢 比如哪个地方我讲的不够清楚 哪个地方没大理解 如果这个有问题的话 我们解决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 然后OK好吧 然后这个我 他现在好像还没有 Pull Final Exam的卷子 是吧 OK没问题啊 反正你碰到问题就随时来问我就好了 然后他好像还没有Pull Final Exam的卷子 那如果 我们再等等啊 如果他有的话 我就不给了 如果他没给的话 我会把Final Exam的卷子发上来 因为他每年Final Exam 其实卷子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 没有就题目都很 都很street forward 都不是很困难 所以到时候我们再做一做 好吧 我们再做一做到时候有题就可以了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看Final Exam的时间 好像对你不是很友好 那你可以继续去申请他的那个 Aternative City 好吧 因为我看他的半夜考试两点不三点 反正是令人窒息的时间 你记得去申请一下那个考试的时间 是吧 但是不过实话是说 我这个我有余说一 一般来说 这种Aternative的这个考试 会比普通的这种 Regular的考试要难一些 就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建议也说 如果说能遨遥 是吧 你觉得题简单一点能遨遥可以遨遥 好吧 但是如果觉得实在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经常状态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这个调整一下也可以 好吧 当然身体第一倍好吧 身体第一倍 OK 行 好吧 那我们本周先这样 好吧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 嗯